每周六听工商时报市场观测站 掌握国际财经趋势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我是工商时报的陈碧芬 金管会希望我们的资金 能够流向一个更有效益的一个投资 这个叫做公共建设 这个对我们一般投资人 或是我们在做资产配置上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今天欢迎第一金头信董事长 由昭文Paul来跟大家解释 这样的一个趋势里面 我们可以掌握什么 我们欢迎Paul 陈博士 批分姐你好 谢谢你的邀请 谢谢 好 谢谢Paul Paul其实今天真的是从学成归国 因为他花了一些些时间 去美国看了很多新的资产管理市场 那在看这个过程里面 就刚好真的金管会就刚好谈到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把这个我们迟照 甚至更多50兆的整个金融机构的资金 怎么样导向我们现在整个台湾需要改善的公共建设 所以你有注意到这件事吗 是是是有啊 所以大概回答陈博士批分姐 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金管会大概也知道说 我们ETA发展已经很好了 然后资金在台湾这边的话也蛮充沛 那事实上金管会在应该是上个礼拜的时候 他有发布一个关于说 在这个金融机构上面的资金啊 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渠道啊 可以导入所谓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 也就是这个公建基建上面 实资资产的投资啊 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跟刚刚你说我学成归国 我只去一个礼拜 那可是也收获蛮多的啦 也就是说我们去参观有不同的资产管理公司 还有银行的财富管理 那这里面的话有一有一家我觉得蛮有特色的 就是说也跟这个趋势有关啊 也就是说这个资产管理业啊 他可以发挥资金怎么导入工建的这个角色的话 是黑不是黑石叫贝莱德叫BlackRock 他大概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宣布 是他acquire一家公司叫GIP 那BlackRock因为是Larry Finn 所以是资产管理 他最有vision的也是最大的这个算是这个业者的话 那他会有这个动作的话蛮有意思的 因为GIP就专门投到所谓的工建基建的资产了 那我会认为说尽管会有这个宣布的话 我觉得很棒啊 他大概有几支建吧 其中一个是包括保险资金 然后退休资金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大家来思考 怎么让他进入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在保险跟退休金的话 他除了买债券是5% 台股股利率maybe也是4%5% 可是有很多的这些所谓工建的资产的话 因为你人在使用嘛 所以你人使用要付费的话 他换过来的这个收益的话 也可以比5%6%高的话 事实上这个收益的能见度是不错 然后又解决资金太多太太庞大 不知道往哪里跑的这个问题 那最后的话是他投的东西跟你我的生活有息息相关 那何乐而不为 所以这个的设计的话我觉得今晚会提出来是蛮正向 那站在我们投信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学国外资产管理 很多机构在往这些资产投的话 他中间都是投过资产管理 那这部分的话台湾可能在未来的趋势也会发生 现在的话可能很多保险公司他有能力的他就直接投资 那没有能力的他可能就却步 那以我们的退休金的话 他往海外的资产管理 海外的这个工件基建的话 他有渠道他就走了 可是国内没有这个资产管理也帮他去做的话 他也动作比较少 所以我希望我们资产管理也未来的话 可以发挥这样的角色 所以不仅是可能是这个保险 退休金 甚至有其他机构 或是高资产的话 都可以扮演这样的一个渠道跟角色 我们就说如果我们交的保费 他都会到国外去投别人的公共建设 然后我们自己的公共建设 没有保险公司的资金 来帮我们盖这个水电瓦斯的更新 那不是很可惜吗 是不是 对 其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Paul的学程过得 其实Paul的年轻也是在 就是在华尔街过的 然后大家都知道 Paul在我们整个资产市场里面 最重要的是因为你可以带领 我们很多新的产品 这些新的产品 大部分我们如果只关在台湾 是看不到的 所以Paul在美国 在香港都待过 所以我最惊讶就是 您在两年前就开始说 投信公司要来做私募基金 对不对 那私募基金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真的听不懂 所以很少人注意 所以我常常说 这是一个真的就像 刚刚Paul在讲 公共建设很多人就不知道 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投资的 就是一个我们叫私房景点的 跟私募基金一样 那私募基金其实它就是 它的设计上面 或你在你的公司里面 现在进度怎么样 是 这个我们其实在投信 允许做这个私募基金 叫私募股权基金 如果更精准的讲 是2017年就开放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38家投信的话 有7家去申请 那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进展 那我们的话应该是第6家申请到这个执照 那我们申请到是去年 已经走了一年 所以碧芬姐蛮好的 你也知道已经走一年 到底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对到底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对那我会觉得 全世界在看这个PE的话 资产管理 财富管理的人 或是机构的话 它的需求是越来越大 给各位一个数字 就是说我们看到大概平均的配置 以高资产的人去看的话 它越有钱 比如说它是一个million美金的话 它maybe是5个percent 如果是10个million 10个percent 如果是50个million 那它更高 那机构的话 大概也介于5到10个percent 所以资产配置是有那个需求 那就我们在发展这块的话 我们台湾做这块的话 目前大概是可能不到1个percent 所以如果就全世界资产管理是 资产 如果全世界的资产管理 看成一个打头性的话 做这一块大概已经接近20% 可是台湾还不到1个percent 所以我从需求跟供给的话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有努力的空间 所以问我过去一年的话 我觉得我们有点成就了 包括说我们团队组起来 然后人才的这个建立 那那部分我也蛮讶异 其实我们回来 从国外回来 他就知道这一块 maybe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有加拿大 然后也有上海 然后也有一些 这个 就是也是我们台湾人的子弟 他可能做过这方面 然后年轻人他过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那至于说我们的产品上面的话 我们现在大概还是锁定所谓的这个跟类工件比较有关 所以具体的话有四个项目 那第一个的话是跟日照有关系的 因为台湾长造2.0 所以日照叫拖劳索 所以它避免人口老化是一个cliff掉下去的话 你可能让这个长者在像拖劳他多一点活动 因为他突然之间身体不好的话 家人痛苦他自己也痛苦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蛮具体的是在看所谓的智慧的这个仓储物流 那这一块的话 其实台湾很琐碎 所以很多做这个private market是 你以前看过干嘛店到处跑 然后现在一直被整合 那大家可能消费也方便 那这个仓储物流的话 我觉得我们搭配有冷电 就像冰箱一样 这个也解决像农民 有时候急着卖 那价格就不好 然后有些冷冻 可能这些鱼货肉 这个可能也牵涉到目前这个食安 那第三种的话 我觉得我们大概也蛮具体的是去看 这个所谓的资料中心 有没有 各位看AI那么符合 那这个资料中心在台湾的话 大家会讲说 大陆打过来怎么办 那其实我们不这么看待 因为我们反而认为是有些机会 因为资料的传输有时候很快 台湾的海底电缆 往东北东南的话 它一共有 应该有四条到五条 那未来的话 我们会觉得资料中心在台湾的话 它的需求还是很高 然后再加上说 大家的运算 什么深层式AI 它的需求它是大的 那第四块的话 我就回到绿能相关了 那我们碰到有一个蛮有意思 不是在台湾 我刚刚讲前三块都在台湾 那第四块的话是有除了这个封场之外 因为很多国外在这里投资封场 它大概已经成熟 它想要让出的话 那我们觉得这块我们会看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不是在台湾的 是澳洲他们在讲 质氢 对 氢能 那那部分的话我觉得澳洲因为地广嘛 所以如果它太阳所让那个电解水产生的氢的话 那或许这个氢是未来台湾也是战略上可以使用 那你氢要从澳洲运过来谈何容易啊 所以你要转换成所谓液态的氢 那氢啊你过来你难道有管子吗 要有船 所以这些的投资是跟台湾未来的建设有发展的话 我们觉得是蛮好的 那我已经讲了四个五个 这些加起来我觉得金额已经蛮大 那我觉得陈博士给我今天来这里的话 我觉得台湾有环境啊 那业者如果愿意来做的话 他其实不怕没有标的 那最痛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是没有钱啊 也就是说 这个台湾最没有问题了 对 但是投资有东西的话 机构要先支持我们 那如果钱 譬如说我刚刚讲的保险啊 劳退 邮除 甚至外汇存底 他不进来的话 那我们甚至国发基金啊 他如果不进来的话 那我们业者就算再有人才 再有案员的话都很辛苦 对啊 所以我就说这个政府 公家stay own的这些资产池啊 他与其都在台国里面那边吵来吵去 其实他要看更远 甚至于说我们现在可以带领 台湾在公共建设上面需要 比如说或你讲到这个青啊 这个我也写很多 我就觉得这个这件事情的基础建设投资 如果现在好 假设刚刚你们提到国发基金 他真的国发 因为国发他也知道说 这个青能就是以后的重点 那你是不是应该国发基金要做一些action 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帮助台湾做 甚至技术导入嘛 对没错 所以我补充一个就是你看日本岸田政府 他洋洋洒洒在去年出了一个跟资产管理 from saving to investment 那那一块里面的话他其实很清楚的知道 很多的资金他自己去投的时候 他有障碍也有盲点 那透过资产管理的话 那透过资产管理的话付一点费用 但是你的fiduciary让我们去做 你才容易去投那些标的 那我就觉得说不只是国发基金 台湾很多国营事业 你刚刚有提到有个10亿的资金嘛 对不对 那事实上比如说台9 它是400亿500亿耶 那其他的话我就不在这边讲了 那这些全部哩哩哩哩给他 总起来的话 我们资产管理很争气 想说要往这方面发展的话 那有资金就很棒 那你很多机会说 Paul你们这个关股小头性没有经验 不要怕 为什么 这一次我去纽约心得蛮好的 我会发现我就去找GIP 我去找国外的一家跟他 他们讲说叫coGP一起去做 那等于是手牵手 一起去往这种复杂的资产里面去投 那我觉得台湾现在那几个大的 做这种PE的manager 其实资金已经在这 那我们就剩下说 跟他怎么去合的话 我常讲一个英文叫做 local capital local assets 然后global talents 那这个其实是30年前 台湾发展投信 有个叫姨父嘛 Johnny Fleming 那几家大概 还有个叫国际投信 跟那个大光头叫 所以我觉得资产管理要upgrade的话 其实要往这一块去思考 然后找一些国外大家怎么合作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只有Paul 你在这种用站在一个国际的角度 然后站在全球市场 去观察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让我们自己 在我们在对individual的投资人 或者我们在做资产配置 或者你刚刚提到这个高资产客户 我常常在笑这个国营 在做财管2.0 他们最大的突破就是去跟外营买更多的产品 那我觉得就是 这不能这样一直被人家笑下去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 这个Paul你现在思考了 就是说你怎么样local capital 这个你有local team 可是你有怎么样 global的这个concept 然后大家一起往前走 这样子我们整个看这个台湾的钱 才会真的有价值化 这一件事情 真的Paul努力一下 我们非常的支持你 好 所以 那我们现在看到 那如果低金投金私募股权基金公司 这边现在的情况就是投入公共建设 那你们也跟国际上做有很多的合作 那这合作里面 您觉得这是金管会 他现在希望这个保险业 能够资金进来公共投资这件事 它是哪一件事情让你们觉得 对这个方向对了 是有哪一些东西release 所以你觉得今晚会很期待 是是是 我觉得如果看过去这几个月 甚至这半年来 看政府在这部分 怎么去诱导金融机构 有资金的人往这个公建投资的话 他在去年12月 做了一个很不错的事情 他是把所谓这个投公建型基金的RBC 风险系数 风险系数 也是他从30级调降到10 那可能这边要做个解释 也就是机构在投这些 尤其保险公司在投不同资产的时候 他都被赋予一个风险系数 越高的话 他投资意愿就比较低了 所以降低的话会刺激他怎么进去 那我会觉得在这一点上面的话 政府是做了很大努力 那你们听到有一个悬外之音 也就是保险机构 他可以直接去买水电瓦斯交通 那或是透过我基金 那现在的话是 他如果自己去投的话 是只有3% 透过我们去投的话 是10% 那去年在12月20之前 是33还是30 我有点忘了 所以如果是这么高的话 他就不愿意进来 所以上个礼拜 这个金晚会又提到 要更多的政策 来帮助资金导引进来的话 我觉得除了RBC maybe再降低 对我们 他们愿意透过我们投 我觉得是好 那透过我们投 有很多优点 就是说我投的标的分散 然后再来的话是很多所谓 开发期的案子的话 这些保险公司 他在处理上比较难 那或许让我们自然来做 这国际的一个趋势 那我觉得最后一点提就是 还有一个政策 我觉得关系蛮大 就是那个REITS 因为REITS的东西 它是未来 如果不是只有不动产 不是只有商贩住宅的话 它其实包含的对象 很多跟我们生活的基建 供建息息相关 所以REITS也是蛮期待 对 其实REITS这个商品 Paul你提到 因为以前 很久以前 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商品 那我们也看到 很神奇 最近15年 这个商品在台湾 都没有台湾的 就是没有台制的REITS 那我也跟大家 听众分享一下 这个REITS的概念 就是投资 不动产的基金 对不对 那很奇怪 就是很多性贫公司 也提说 不知道这个到底是问题出在商办 还是出在其他的设计上面 所以REITS在台湾 几乎是一个死掉的商品 那Paul你今天讲了 这明明是一个好的设计 那现在金管会的做法 就可以让它复活 是不是 我是蛮期待 因为有几个关键吧 第一个是 新的REITS的法规 会学习国际化 也就是说以前的REITS 是银行在做管理 或是做一些安排 可是未来的话 是让我们投信业者去做 那这个的话 差异就在 你们看过往的这个REITS maybe里面的标的 比较被动在做 买卖已经很难了 那未来的话 它其实让我们 是要主动积极地去管理 那再来的话 是说REITS的标的 跟陈博士报告 就说全世界REITS 商办占比已经越来越小 然后住宅加商办 我们印象中的这个楼 因为REITS 不通产这句话 是靠租金 它九成都要配出来 所以这个收益的东西 商办跟住宅 其实占比大概只剩下三成 四成 所以有五成六成 是非住宅 也是非商办 那如果你去看它 那个50%60%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跟各位报告 就说它是像 Data Center 刚刚有提过 像仓储物流 Industrial 那譬如说 长日造 Hospital 这些的话 它都包含里面 所以我们是蛮期待 这些资产 未来可以 这个在REITS里面看到 Shopping Mall也是嘛 所以我包括 我去新加坡 前几个月 带小孩去的时候 我都发现 它REITS发展得好 那以至于你去看 透过怎么样的这个工具 让它不断的新的这个商场去开 然后你说它全球什么观光客 其实它会带动这个经济和市场的发展 是啊 台湾目前现在买的REITS都是新加坡的 所以Paul你自己在新加坡看到 他们其实也是投这些 我们原来没有在投的 其实这就是我们间接买了别人的REITS 对不对 我们间接的鼓励别人的商办 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回来看我们自己的商办呢 是不是 那我要再讲个 真正做REITS人 说台湾为什么REITS so far制度不改的话发展不起来 也不能完全怪制度 还有一个很重要是 台湾其实资金太充沛 还有我们的这些商办呢 其实它的出租率就是不高 那以至于说你在全世界看REITS 如果要发展的起来做的好的话 我讲个简单的数字是 存款加两个percent 你说现在我们的存款大概是1.8 还是我也点忘了 那1.8加两个percent 所以你要做REITS发展好 你没有3.8没有4以上 我觉得钱不会进来 更何况我们的高股息一天 对对 给人家讲12% 那真的 去看台币的台股的指数的话 大概是4% 所以我觉得REITS要起来 这一点要很老实讲 岸源的开发跟寻找是一个关键 好那如果这样说 表示人很重要 就是你们的团队要够嘛 所以Paul 你刚刚说 你们自己的团队大概有国外回来的 他可能在国外 他也知道这个私募股权基金 到底怎么回事 他也对于这个开发岸源很有兴趣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进来 我们帮我们的年轻听众问一下 好 我跟各位年轻人 一些你读金融刚毕业 你去Google看 所有在读金融 如果在华尔街去看的话 他第一选项 No.1是Private Equity Hedge Fund 哇 私募股权基金 然后再来才是去投行 然后后面 maybe 证券 银行 保险 信用卡可能最后了 大概有一个顺序 那这些的话 我当然是从一个薪资所得去看 因为国外在刚刚我们讲的这些P里面的话 他应该所要的支离技术 然后还有给的钱是比较好 所以大家挤到那 那不要一直用钱去看说年轻人来这个行业 他不是一个想象 为什么 因为你到公募市场 台积电的资讯到处都有 你Google去拿他财报 拿出来你就可以分析 可是要做Private的市场 你要有很大的好奇心 而且逻辑要很强 再来的话是你会计财务报表的分析是基本 你收集这些资讯 你要不断的挑战去怀疑 那甚至我看到好的PE 他不是去买那些银行或证券写的报告 他几乎叫田野调查 我举那个我们做那个仓储物流来讲 他不是去买CBRE的报告而已 CBRE是蛮厉害的国际 看这个什么不动作 那他怎么去调研 他是去付了一笔钱 少了十个司机 专门跑 比如说硬点北区的这个仓储物流 他要他每次去算那个站板数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做private的投资 其实是刚刚讲的 我基础工要扎实 然后努力还有你的好奇心有 那最后年轻人才去想 如果国外啊 private是他的首选 PE是他首选的话 那台湾如果有的话他们会来 那我觉得这一点要跟PRE报告 就是说其实我们与其说我一年 其实我筹备了大概两年三年 所以我在过去两三年的话 就有两个年轻人 被日本的PE 还有一个被美国的PE挖走 所以我是觉得还不错 这个在人才上面 被看到了 对 所以表示说我们台湾不是没有人才 是我们还没有很清楚的告诉 年轻人说这些市场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没有很清楚的资讯 大部分的人都会被金控的招募 然后就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真的在 我们在这里就很高兴听到Paul 跟大家分析这件事情 台湾的市场PE占不到1% 在国外它整个asset里面是20% 大家算算看这个 它的成长规模有多大 那多少 需要多少时间去处理 这个让它维持它的成长 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做出一个很有趣的工作 我这样听起来就很有趣 就是人家都会说记者工作很有趣 我觉得这个好像我可以去转做PE 我很会做这个perfect的资讯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 我们是鼓励年轻人 多看看这个更多元 然后更不用说再做资产配置 需要的这些投资人 你现在进去 就像早年20年前进0050 根本都不用思考的时候 你就买一个最便宜的 然后就慢慢让它成长 一样类似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今天真的 谢谢Paul来跟我们分析这件事 当然最后我们要提醒几个东西 私募股权基金不是一般人可以买 是 Paul这件要跟大家分享 全世界都有这个规定 也就是他们说叫PI 或叫accredit investor PI叫professional investor 对 专业投资人 台湾有这个规定 对 就是专业投资人 或是你是一个法人机构 对不对 这件事情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Paul也跟大家提醒 尽管会希望我们这么多的资金 要透过投信帮大家能够导入公共建设计划 就是透过私募股权基金的方式 然后希望保险公司过去没有好好管理他的钱 想要自己投 然后又占的比例很低 现在如果我们透过私募股权基金来去做公共建设的投资 我们以后就不会喝到那个水管里面的水是有铁锈的 因为私募股权基金帮我们去投资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如果再讲散户可以投的话 我就蛮期待那个REITS 然后REITS的标的如果可以开放跟类公建更多的话 那有收益 然后散户也可以参与 资金也可以导入的话 哇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 对对所以这就是Paul今天给我们最后 如果听到最后听众听到的REITS 台湾的自己的REITS要上来 是有一个类公建投资的这个REITS 那我们希望他也赶快进到市场 那也不用让大家一直很担心说 我只能去投一些太集中风险的金融商品 对不对 对这是很棒 所以我们真的谢谢Paul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十年之内都会一直不断的出现他的讯息 然后Paul就是一个pilot走在前面 让大家理解我们要往前走一个新创的产品 好谢谢Paul 好那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听众 下礼拜也要继续听了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